哈喽大家好,我是美貌与智慧病中的小楠 今天要分享一个非常有趣又让人感动的故事 这个故事是由台湾妖怪大师周鼎博老师提供 他也是知名妖怪小说家 想借着这个机会介绍台湾当地的一些文化 在明治30年时期 有一位从日本内地广岛来到台湾谋求发展的年轻人 他到了台南以后想在南方新领地大展拳脚 却被同样是内地的同胞骗光了所有积蓄 只好当其而让人流落在水仙宫一带 靠着一位对他很重要的恩人活了下来 话说当时的水仙宫是个相当热闹的市集 在这人来人往的市集里 有一位大约50岁 叫做往事的奶奶在庙口旁边摆着一个面摊 他每天一大早就从家中推着面摊车 前往水仙宫庙口前摆面摊 而且常常会看到有一位可爱俏皮的小女孩跟在他身后 那就是他的孙女小猪 小猪那时候才三岁左右 正是活泼好动的年纪 时常黏着相依为命的阿嬷 然而小猪的母亲在生小猪的时候 不幸难产女士了 而阿公与爸爸又因为在五年前本岛人反抗日本军时 不幸死于骁龙 日本军因为有北白川宫能久亲王在此遭到当地反抗议事的刺杀 而进行了对当地人的报复性屠杀 所幸在那场屠杀前的一晚 王氏奶奶抱着刚出生不久的小猪 跑到台南浮沉前来投靠亲戚 成功躲过了战火活了下来 后来在亲友的帮忙下 与水仙宫这里摆起了面摊 卖起了蛋仔面与母酥肉 一个简单的煮蛋 左边是行动的炭炉上面放着煮热汤的锅子 右边则是网块与一些已经简单煮过的酥肉 在王氏奶奶对面有一个叫洪仔 也是一样卖吃的 这两人虽然是同行 但不存在竞争关系 彼此相处得很融洽 洪仔常常会买小零食给小猪吃 而彼此还会互相帮忙顾摊 这位洪仔就是后来开创 蛋仔面有名的芋头博仔 洪仔总是在天都还没亮就背着竹蛋 一边嘿哟嘿哟从家中 背着竹蛋来到水仙宫摆摊位 平常他开档前都会先卸下竹蛋 放在固定位置后 先走到这个水仙宫拜拜 感谢水仙君王保佑一家老小平安无事 接着就将矮竹灯卸了下来给客人当座位 然后跟店家买点水 接着蹲下来点火炭 火炭烧了起来再看家火焰 烧的有没有旺 等水滚了之后就可以开始煮面了 而一旁的王氏奶奶主要是卖乳酥肉 简单的猪肠啊猪肝气管 猪头肉豆干损失等等在地人的烫小菜 芋头博仔下面功夫收入很好 用猪柳放入黄面下锅 煮几分钟再拿起来摔干水分 反扣倒入碗中 然后拿出一碗香喷喷的肉枣 用一匙莲值带料的浇在面上 再放上煮好的火烧虾仔 两者交融之下删发出一股难以言喻的肉枣香 则味道可说是吸引了许多辅成人来到水仙宫 必食的担载面 而王氏奶奶则是切薯肉的高手 在客人点起小菜时 在大顶边拿起酥肉 算了算价钱后 拿起了刀切切放在盘子上 淋上一点特别酱油膏和僵食 由小猪端给客人使用 王氏奶奶的卤酥肉与芋头博的蛋仔面 在当时的水仙宫庙口 可是香叮当的老套米食 很多人一大清早就是来水仙宫庙口吃早餐 而这两家生意相当好 只是当时的王氏奶奶卤酥肉 逐渐消失在历史之中 独留了芋头博的蛋仔面 话说有一天水仙宫的早市即将结束 有一位衣扇男女 碰头垢面的年轻人走路 摇摇晃晃哼着听不懂的歌 许在水仙宫的角落靠墙坐下 随后双手交叉放在膝盖上 趴着睡了起来 不时还有一些苍蝇围绕着他飞来飞去 睡了一会儿 他的肚子咕噜咕噜的响了起来 他饿了 但是流落在他乡的塔身无分文 只能冒着生命危险偷东西吃 但有一次失守被当地的市集围市者 逮到把他打了一顿 在危机时 王氏奶奶跑了出来解围 说道 好啦好啦不要再打他了啦 他吃了什么我帮他付钱可以了吧 此时被追着打的流浪汉用双手紧紧抱着头 而为师的临走前踢了他一脚 他还吐他口水 几名壮汉看 王氏奶奶出面给钱了 收下钱后纷纷离去 然而壮汉纷纷离去之时 小竹紧紧拉着阿嬷的衣服 躲在他后面看了看这名流浪汉 王氏奶奶走了过去看了看 他问道啊 少年有没有怎么样 而这名叫做羞兄的流浪汉站了起来 一言不发的转身 走到街头的角落坐了下来 王氏奶奶心想着 难道是哑巴吗 他这样挺可怜的 应该是饿了很久 不然煮一碗面给他吃好了 王氏奶奶走回的摊位在室 点燃火炭 用扇子扇了扇 等水滚了就下了一碗街仔面 简单的黄面加上清汤 放入少许葱花与肉枣 便端着面向这名流浪汉走了过去说 来啦这碗面就是给你吃啦 少年只要肯打拼 哪怕是一时落魄也会有出头天哦 秀松闻到了面的香味 抬头看了眼前的王氏奶奶 想起了自己的妈妈 他接过了这碗面 拿起筷子一口接着一口吃了起来 泪水不受控制的从眼眶流下来 在一旁的王氏奶奶边看着秀松吃得那么急促 就跟她说吃慢点吃慢点小心也到了 王氏奶奶笑眯眯的看着她 因为她心地善良 笃信佛教 相信人要尽力而为帮助弱势的人 希望能让他们再次站立起来 获得重生的机会 等她吃完面后 王氏奶奶从口袋拿出钱包说 这是一点点钱 你就拿去做点事 重新做人 这钱不用你还 就当是我送你的 秀松起初不敢收钱 但是看着王氏奶奶那发自内心 想要帮助自己的眼神 她收下了 她连忙向眼前的恩人心鞠躬之礼 并跟她说得深谢谢 秀松在临走前还频频回头 忘了几言王氏奶奶 因为有了这些钱 她的人生有了转机 有了新的开始 而站在离阿玛不远处的小猪 看着流浪汉走了之后 赶紧扑了过来 王氏奶奶抱了抱她说 小猪 你要记得 当你有能力之时 要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此时后面水仙供的天宫 读言冉冉神起 在庙里面巷路不远处 坐在暗桌上的水仙尊王神像 静静地看着一切 话说就在秀松离开水仙供后 她找到了投靠的地方 因为台南府全开始 从战争后复原 需要一些建设人力 所幸秀松遇到一位好老板 她本人办事也非常勤劳可靠 跟着老板在南台湾 承拦了许多台湾总督府的工程建设 赚了不少钱 并在明治34年在台南市花园厅 创设了住几组 自己承拦了许多工程赚了一点钱 当她靠自己能力积累了一点财富之后 她依然记得是在水仙供前面摊的富人相助 才有了今天 这份感情必须报答 于是她买了许多礼物 拉着车打听了水仙供的位置后 一人拖着板车前往水仙供 就在快到水仙供前 听到有人不停的喊着 火灾啦火灾啦 赶快提水救火啊 看着眼前几间房子冒出了熊熊火焰 那黑烟直冲天际 木造的房子霹里啪啦的烧了起来 一栋年过一栋 秀松赶紧放下了板车 跟着帮忙去救火 只见火势越来越大 旁边的人大喊说 还有王氏奶奶和她的孙女还没跑出来 赶紧啦 秀松赶到了现场 看见二楼结屋烧的阵望 有一树西夫人生女 紧紧抱着孙女 在颤抖着说道 不用怕 不用怕 阿嬷在这里保护着你 天公伯一定会救小猪活下去的 小猪哭得嘻哗啦 紧紧抱着阿嬷 王氏奶奶此时知道 自己应该逃不掉了 但是孙女还小 她的人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于是她用掺斗的双手 何时默拜内心祈祷着 神明保佑 请你救救我的孙女 不一会儿出现了一位壮汉 拿起棉被冲进了 被大火包围的王氏奶奶家中 在农园之中 她听见了那个男人的声音 一个男子正在喊叫着她的名字 当她睁开双眼 她看见了楼下有一个男子 正张开双手大叫着 不过眼前的大火过于猛烈 她实在无法靠近 王氏奶奶脱下了自己的外衣 将小竹包裹起来 她最后摸了摸眼前的小竹说 小竹你要好好活下去 王氏奶奶抬高了小竹 用力地朝那男人的方向 丢了出去 修丛成功接住了小竹 并且抱着她冲出了火场 随后又冲了进去 在最后的刹那 她看见的是一位跪在二楼板上 双手合十祈祷的王氏奶奶 她微笑地看着修丛说了一句 感谢你救了我们家唯一的香火 真感谢 南无阿弥陀佛 修丛想要上楼把二人救出去 但是此时的火焰已经把楼梯烧毁 她只能往后退一步想着要怎么救人 但不一会大火吞噬了整栋楼房 她眼看着王氏奶奶和火海融合在一起 她的内心窒息地发不出声音 恩仲如山的王氏奶奶就在眼前 修丛却没有办法把她救出来 之后在众人体水桶结束抢救之下 火终于熄灭了 修丛活速冲到了活在现场 她徒手拨开了冒着烟 还有点微烫的凉柱 她遭到了王氏奶奶 但她已经成为一副焦炭的身体 她呆呆地站在那里大吼了一声 这是让人极其心碎的声音 她抱起了王氏奶奶的遗体走向外面 此时吹起了强劲的北风 王氏奶奶的遗体就这样在修丛的手中 消失殆尽成了灰烬 那男人的脸颊不断用着泪水 她对恩仁在自己眼前却无法挽救之事 久久无法释怀 所以她尽力地照顾小卒长大成人 并找到了好婆家 而这已经是后话了 几个月过去了 恩仁逝去的画面依然在修丛的脑海里 每天都上演一遍 为了逃避现实 她每天买烧酒喝得醉醺醺的 因为人一清醒着 她就想起这件事 一下子哭一下子笑 连工作都放着不管了 一个人醉醺醺的坐在椅子上 打呼噜睡着了 此时她做了一个梦 她看见了在自己家中的一盏油灯 有一只猫在追老鼠 冲了进来不小心打翻了油灯 火焰将燃烧防止之际 有一位化作白烟的妇人身影 在黑暗中浮现 并朝那火焰吹了一阵冷风过去 那原本的火焰消失了 只见那妇人的身影像是已经死去的王氏奶奶 她跑了过去 但是王氏奶奶却离她更远 她跑得气喘吁吁地跪在了地上 而王氏奶奶却出现了在她身边 一样用慈祥的眼神看着她 并对她说 秀松 别因为我的死而放弃了自己的人生 你还可以帮助更多的人 只要活着就有希望 秀松听了之后 泪流满面 双手撑着地板 不断忏悔地说着 如果那一天 我提早到 我就能够救你了 你就不会活活被烧死了 对不起 秀松不断擦拭着眼泪 她缓缓地抬起头来 看着半透明的王氏奶奶 表达自己当初的悔恨 此时的王氏奶奶越来越透明 她用最温暖的笑容看着秀松说道 秀松 明天你到水仙宫去 你就会知道了 说完之后 王氏奶奶就消失了 秀松也从梦中醒了过来 隔天一大早 她来到了王氏奶奶所说的地方 此时吹起了一阵风 有一张号外的报纸 飞落打中了她的脸颊 她用右手拿起了这张纸 看见了东京消防组成立的消息 她仔细地看了看报道内容后 转身离去 而坐在水仙宫 暗桌上的水仙宫王静静地看着这一切 从那天之后 秀松将自己所赚到的钱 投入了台南市消防组的成立 与相关器具的天购与建制 让台南的近代化消防建设立下了功劳 拯救了许多生命 这个来自广岛的男人名叫 祝吉秀松在台南市过着壮阔波兰的一生 她的生命之火在赵和山年10月8日熄灭 听说她后半身藏对新近的消防组年轻人 说着一个崔邓婆的故事 而这个故事的主角是谁她一辈子也没说 只是腼腆微笑告诉问她的人 她永远活在我心中 也活在这块土地上 人的一生会遇到很多人很多事 你也许会说 帮助别人需要耗费你大量的精力体力 耽误你的时间 但要知道你的付出 不仅能帮助他人一臂之力 而且能给对方带来力量和信心 使他们有更大的勇气去斩生困难 你也许会说 以得抱怨的人很多这种情况下 你一定不能单纯只做一个好人 所以有件事很重要 就是让别人知道你的边界底线 原则在哪里 真心希望温柔的人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那大家喜不喜欢周鼎博老师的故事呢 如果喜欢的话 欢迎留言 我下次再分享多一些 我个人是十分喜欢这样的民间故事 而且也能让我了解到 不一样的国家背景文化 好的 今天就说到这里了 请继续支持优质内容创作者 我是马来西亚小男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